大家好 來到我的印記中什麼題目呢? 今次就終於說酒腦袋了 因為很多朋友都問我 你收拾酒腦袋了嗎? 大概15週左右 買了我的酒腦袋用品 也有朋友問我什麼是酒腦袋 我簡稱它 進醫院要用的東西 我這間醫院有一張這樣的紙 告訴我進醫院的時候要帶什麼物品進去 買完酒腦袋裡面的東西 我才能找到這張紙 有丈夫的身份證和我的身份證 這些是隨身攜帶的 即是錢包也要帶 這就是我的酒腦袋 幸好這酒腦袋是我姑子的同事給我的 這個酒腦袋也比較輕 首先這個暖水壺 這個是一個杯子 很方便 內衣 內衣我選了埋心胃奶的內衣 這是一個功能內衣 我是特地去買 我撿了兩包紙巾 這是一個鋪在床上 沒有寫到要帶進去 但我先帶了 就是這一包的網膚 在MegaBox的EON 我不知道會不會敏感 有一個沖洗皮 紙一邊就說 是要用什麼心理沖洗氣 這樣 但我很害怕 如果我是順產 因為我不知道到其事的情況 你想一下 我是超害怕 那我順產完是不是有傷口 那如果我還要放這東西進去 接著就擠它 然後沖洗的時候 我就會很害怕 我是想到這個情況 不過算了 不要來了 到時再算了 購妝的印婦 衛生巾 我最初就買了黏貼性 原來它是要求非黏貼性 我不知為何要求非黏貼性 我覺得是在醫院買的 49cm 但一包呢 它只有很少 只有10包 在裡面 不知道夠不夠用呢 還有 我又不知道在醫院要住 當然是住一天 一晚 還是我要住三四晚 這個很貼性的 除了它要求 我是要非黏貼性 它這一包都是只有10片 哇 我發現原來只有很少 這個沒有寫的有CM 不過它就說 給淡褲的衛生巾 買兩包甜 會放一些 口罩啊 搓手液啊 什麼口罩呢 我會拿這兩個的 白麻有九片 一個就是我姑仔在 本旅行買回來的手信 這個就是我阿D 在HKTVMORE 買回來的 五片裝 一介四片裝 應該都夠用吧 會帶 消毒搓手液 是新的 未開的 這個是我上司給我的 然後這個是消毒噴噴 消毒濕紙巾 一包 一包其實它只有10片 再帶這些消毒濕紙巾 這個酒精也挺厲害的 這個就是我姑仔的同事都給買的 我就裝了什麼呢 裝了一包沐浴露的 還有牙刷啊 牙杯啊 麵筋啊 那些我還沒收拾的 對呀 是胖子有的 我要努力地再收拾 然後呢 另外一個袋 這個袋呢 就是給寶寶 初生紙巾片 32塊的男女共用 我婆婆幫我準備了 很麻煩她 幫我準備了一包 初生紙巾片 這裡要求呢 就要帶一包過去的 油濕筋 我都沒聽過這個詞語 油濕筋就是紙巾 我帶了一包 有80張的 還有寶寶的包皮 夾乳衣 給我婆婆買給我的 那就是有包皮 還有夾乳衣 寶寶的嫂子一帶給我姑娘 應該我不知道是不是好一點 不過也要在到期時 那個情況去決定 我就在聯合醫院上刪 我也有跟她溝通的 我說你38週就好出來啦 她現在的醫生就說 她38週 看重呢 都是剛剛好的 私家的坦劍 她過38週 出來呢 其實會吸太多營養 我會比較難刪一些 現在的衣服就剛剛好 分享的東西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就給我一個讚 大家在下面留言 去訂閱我的頻道 去追蹤我的IG 還有去多多支持一下我Facebook的網站 下條影片見啦 拜拜 下條影片見? 我請在任何人面前 請來 有 有